我们在这样的组织 我们在这一期发生的课程中 我们在这一期发生的课程中 我们在最后的课程中 我们在这一期发生的课程中 说明基本上 全部都在论坛里面 所以论坛第一次到第七次 全部都在这边 另外的话 有四个要审辞 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我们班上的同学 如果有的话就跟我讲 上后面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没有我们班那种同学的 有没有 如果有再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的 我就没有把它加进来 理论上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 每一次我会 只要有贴到论坛 它应该会转信到各位的信项 你们也会收到 这边有个完整影音部分 那这边当然你可以 针对上个礼拜 每一次上课基本上都有 方法就是说上个礼拜 我们是乐透彩 重点机遇统计 然后还有就是 从网路上去下载 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我建议 每次上课回去 还是要做练习 像上个礼拜 一键完成下载 所有大乐透资料 网路上大乐透有50页 如果说你要一页一页 自动帮我下载的话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 第一个步骤是 先录制聚集 这个录制聚集里面 基本上就是指什么 把第一页下载下来 然后再加一个回圈 其实基本上回圈就可以自动帮我把页数 1变成for i 等于1到50 那再来的话判断说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我按下这个按钮 它会不断不断下方会一直闪烁 实际上就是一直全部就帮我把50页全部在短的时间里面全部都下载下来 那你会发现 Ctrl向下 这边的话 1476笔资料 那瞬间就全部完 里面包含特别号加6个号码 那基本上做法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提过 第一个当然你就录制聚集 所以录制下来的话 其实中间这一段 Wish到Wish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是我们录制下来的 那我们加什么 加一个回圈 因为这边里面有一个i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i 原来是1啦 那如果说你将来希望 它换下一页 它就会把数字变更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for i 等于1到50 然后把这个数字改为i就可以了 它就会像去抓 自动抓下来 那再来就是我应该放在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预设的话 当然如果是第一次 也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完全是空的情况下 那我是从A1 有没有开始 1把它加过来 这个R 反之的话呢 就是向下追踪的最下一列 再把它加1 意思就是说帮我加到下面下面下面 所以它会把下载之后往下放 OK 那再来当然后面我们还有讲到就是删除列 因为下载的时候呢 每一页上面都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要把它删掉 再来做资料剖析 为什么它资料剖析呢 因为它下来的资料呢 基本上1到6会放在同一个储存格 所以我把那个资料把它剖析之后放到1到6里面 最后再做什么蓝宽自动调整 其实就用column实物件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autofit的一个方法 那你直接打一个autofit它也会出现 autofit 意思就是蓝宽自动调整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懂得把什么呢 其实这里重点基本上就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录制 所以录制下来的就这一段 wish到wish 这个基本上以后 下一次基本上你也不用录了 因为再录的结果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这个网址 UIL这个地方它会变更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去下载别的网站的东西 其实只要把这个改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bestination这边改一下 就是放在你的这个储存工作表里面的第几个位置 其他都一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的话拿这个来改就可以 其他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判断 还有删除列这些 那这上礼拜我们都有讲到 所以有些细节假如你已经遗忘的话 上个礼拜的影片都还在云端上 所以你回去的话 建议如果你都忘了 其实我发现这东西忘得很快 记得很慢忘得很快 因为你要把它记起来 好像奇怪怎么似曾相似 但是一下子就忘记了 好像感觉上很久了 其实没有了 好那回去的话 如果这部分有问题的话 请记得不许高一点 感谢观看 有点太大 就要有点太大 但是你的发现 有点太大 对 有点太大 有点太大 就要这样 你会发现 相似的 有点太大